首先我们先来看植物界的分类 植物利用尾管束可以分成两大类 有尾管束跟无尾管束 无尾管束就是仙胎类 仙胎类又分两种 仙跟胎 仙类我们会介绍地前 胎类会介绍图码中 而尾管束植物还可以分成 孢子繁殖跟种子繁殖 具有孢子的是绝类 而种子植物又分两种 裸子跟被子 被子植物就是开花植物 又分成单植叶跟双植叶 再来我们讲一些植物的种类 像绝类常见的有满姜红 笔桶树树植等等 而裸子植物主要是松三薄 红筷 苏铁 银杏 而单植叶植物 稻 麦 玉米 百合等等 双植叶植物像杜鹃花 珠颈 我们看第一点 植物界大多为露生的绿色植物 包含了无维管树的仙胎类 还有维管树植物的绝类 螺子被子 植物都是多细胞的增核生物 具有叶绿体可以行光合作用 是地球上最主要的生产者之一 最多的其实是藻类 第二点 现今种类繁多的露生植物 应该是由绿藻演化而来 而植物登陆之后 为了适应陆地上缺水的环境 所以演化出具有支持跟疏导功能的维管树组织 而且体表有角质层 可以防止水分的散失 而且有气孔 可以作为交换气体的孔道 感谢观看